哈囉大家好我是Moya 很常聽到大家跟我說 搭衣頭髮很麻煩做造型很難之類的 那我今天就來介紹一支很簡單好上手 手探檔都可以輕鬆使用的多功能吹整書 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有這三支不同形狀的吹整書 它主要就是結合吹風機跟造型書 那像這樣子的吹整書 因為它的溫度沒有很高 它就是一般吹風機的溫度 所以它不像一般電棒一樣 就是很容易會霜到頭髮 或者是燙到你自己 那使用起來就相對容易 那我知道很多人會想說 吹整頭髮很麻煩啊很好時啊 那這一支呢 它就是把梳子跟吹風機結合 所以你就不用說手上拿很多工具 那你就是梳子跟吹風機結合 加上它有不同的替換頭的造型 你就可以做出不一樣的造型 非常的方便 我們就來試試看看怎麼用吧 那像我現在是頭髮剛洗完 然後有點濕濕的然後有點潤潤的 那我們就來用這一支梳子把頭髮給吹好 那其實它非常的簡單 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 然後跟冷風還有三段風 那其實就是把它打開 像一般吹整頭髮那樣子把它梳好就好了 那大家應該不難看出來 像這邊啊我只用了這個火圓的梳子 就這個比較大的梳子頭 然後它就可以把我一邊就是做得非常的柔順 然後有彎度有蓬鬆感 它就不像平常吹頭髮的時候可能隨便亂吹 整個頭髮就亂掉了 那像這樣的話就非常的方便 好那接下來我就把另外一邊頭髮也給吹乾 那現在這樣跟我剛剛髮尾狀況是不是差很多 你只要在頭髮就是吹得半乾 剩一點點為濕的時候 用這樣子簡單的手勢吹整就可以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示範 那如果你是需要出門比較正式的造型的話 我們怎麼樣利用這個吹整書來完成我們所需要的造型呢 那我們首先先來講這隻比較橢圓的大梳子 然後它是那種可以做出內彎的造型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出比較有那種明星感蓬鬆感的髮型 都可以靠它來完成 好那首先呢我會把梳子給卡在髮尾 那其實有點像我們剛剛把頭髮給吹乾的方式 就把它卡在髮尾 那因為它的這個梳子啊就是整個做得很不錯 所以你頭髮這樣卡著它都不會隨意的彈掉 好那我會就是用熱風 就是在髮尾的部分稍微卡住以後旋轉 然後再來我會稍微開它冷風的功能 然後讓冷風比較定型之後 頭髮尾比較定型之後再放掉 那可以看到我放掉以後啊這個捲度 這個內彎超級好看而且超級自然 那這種超級大捲啊是一般的電棒比較難做得出來的 因為它是整個是有弧度的 好那我們基本髮尾完成之後啊你就可以針對你上面髮根的部分也把它給稍微吹出一點蓬鬆感 好那我們基本髮尾完成之後啊你就可以針對你上面髮根的部分也把它給稍微吹出一點蓬鬆感 好那像這樣子後面啊頭頂的部分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比較難處理 好那像這樣子後面啊頭頂的部分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比較難處理 它就可以幫你把頭髮頭頂的部分跟後腦勺的部分給吹蓬鬆 然後又不會讓你燙到手 頭頂會變得蠻蓬鬆的 然後再來瀏海如果你覺得想要它就是不要扁扁塌塌的想要它有一點那種蓬鬆弧度的話 我們可以把瀏海拿起來然後把梳子直的卡著 瀏海就會有一個自然的弧度然後有那種蓬度的感覺 然後整個頭髮都這樣蓬鬆蓬鬆的就是你光是吹整頭髮 就只是吹頭髮就可以完成這樣的造型 好所以我覺得這一支椭圓的梳枝啊它其實就已經很萬用了 它可以做出那種日常好像有人幫你set頭髮型的感覺 好像上過髮廊的那種感覺 就我覺得非常的足夠了 那如果今天你是在追求精緻一點 你希望頭髮有點捲度啊有點像韓劇女主角一樣 那種浪漫的捲度 那我就推薦說可以換這個 比較稍微小一點的梳頭 然後它這樣子做出來的捲度就可以稍微變化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就來更換一下 好然後它在換這個頭的時候也很簡單 它都有標示標的非常清楚 就把它順著這個三角形往下壓 然後把它轉一下就下來了 超級簡單的 然後呢這個三角形再兌回去 把它卡上去 那如果我們想要用這一支梳子啊 來完成比較那種大波浪卷的感覺 就捲度多一點的感覺 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把耳朵旁邊這一束抓起來以後啊 把這一支小的圓梳給卡住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 我們先做空洞做 把它這樣子往後扭轉 那因為這一支的梳子啊 它跟剛剛這個 橢圓圓圓弧的梳子是 它這個毛是有點不一樣的 它這一支的毛做的比較鬆一點 所以我們這樣轉的時候不會覺得說 欸頭髮好像卡住打結的感覺 我們一般女生在整理頭髮最怕頭髮整個卡死在梳子上 那這一支呢它的毛還蠻講究的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旋轉 那我們就來催枕 好就可以看到整個捲度就出來了有沒有 超級好看的 真的是超像給造型師給處理的 而且我們就只是這樣子轉兩圈而已 好就完成了有沒有很簡單 來完成另外一邊 如果你是很怕頭髮出去會掉捲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熱風吹完之後 把它開一下它這個雪花狀的這個冷風 讓它停一下下然後再慢慢的放下來 那這樣子捲度就可以維持的比較好 好那這一支梳子呢如果你要整理瀏海的話也可以像剛剛一樣直的卡著 它就可以順著你剛剛這個捲度的弧度這樣子往下 那其實非常的好看是不是很有那種現在很流行的那種韓劇的這種感覺 就是頭髮雖然後面是有點微彎 可是前面的是有點捲的就不會太誇張 然後做出來非常的自然 然後重點是超級簡單的自己就可以完成也不會燙到 好那如果你是有瀏海的人啊想要吹出那種比較韓系的瀏海的話 我也很推薦用這個 這個也可以完成 就算是你是比較厚的瀏海也沒關係 就是也是這樣的方式 就梳子拿起來往前45度 然後有點往下的感覺 把它往下帶然後慢慢捲慢慢捲 它就可以就是瀏海就一個很漂亮的蓬度 然後也不會說整個貼在額頭上變成海苔 好那像這樣子就是用這個梳子完成的第二個髮型 好那接下來我來講第三個這個吹枕梳 喔它這一組真的是它這些加構的梳子我覺得每一個都很實用 而且它我覺得很周到就是幫大家想很多 好我們先來把它換下來 剛剛不是說我們可以用這一支橢圓梳來做髮跟吹膨嗎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梳子好大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卡到髮跟中間 那如果你需要更精密的造型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讓你頭髮變得很蓬鬆很有型 示範一下這一支怎麼使用 這一支使用有兩個方式 就是第一個是你可以像剛剛這樣子 把一片頭髮抓起來卡著 就是這個梳子可以卡到你的髮跟 然後讓它直接吹膨 然後第二個還有一個方式我用另外一邊來示範 另一個方式更簡單 你只要這樣卡住以後 把它往裡面推 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一撮頭髮給推起來 然後把這撮頭髮推起來就可以把這撮頭髮給吹膨 這撮頭髮就整個有一個立起來的感覺有沒有 好那接下來我就把所有髮跟的部分都給吹整起來 好我教大家一個秘訣 平常這樣吹完之後啊大部分都會有一條分線 那我們就把一片薄薄的髮片抓過來跨過去 就是把一片髮片再分到旁邊一些些 然後你看喔這邊就會超級蓬鬆的 這樣子真的是裡面藏了什麼老公都不知道 然後加上如果你像我一樣就是個子比較小啊 比較矮的人 這樣子也可以感覺好像身高真高了 然後臉會看起來相對比較小 好啦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次的造型書示範呢 那我覺得這個蓬鬆造型書真的是非常的萬用又好用 而且重點是它對新手很友好 然後也沒有說像電棒那麼傷髮質 可以看到我剛剛吹整到現在用了各式各樣的捲度 然後還有內彎啊 然後韓系捲啊 我的髮質還是很順很亮都沒有傷到很好 加上我覺得它設計就是很貼心 它就做了各式各樣不同的頭 那我覺得這個橢圓形頭其實就可以做到還蠻多日常的吹整 甚至它可以做出那種明星感的造型 那如果你是想要比較講究一點 想要捲度比較明顯一點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種比較小捲的圓捲束 我們就可以做出像這樣子一點捲度 那種波浪大波浪浪漫的感覺 第三個如果是你希望髮根比較蓬鬆 然後超級蓬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髮根吹整的 而且像這樣的髮型出去的話 日常就是都可以打扮的非常的好看 很像每一天頭髮都有人塞過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這樣子東西是不是超多的 帶起來很麻煩 其實不會 我平常就把它收在這種袋子裡面 就一個小袋子 就把東西全部裝進去就好了 超級簡單的 就把它全部塞進去 看帶出去啊 就是如果要旅行啊 或者是在家裡把它隨意放在櫃子裡 都非常的方便 就一個簡單的小袋子 好那今天示範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按讚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